周末前夕我们来看这一个电影 古典乐坛女王 南韩小提琴家郑金河 母亲是不惜卖屋买琴 为了支持郑金河 演奏世界上最顶级的 史特拉底瓦里名琴 意大利最伟大的知情师 史特拉底瓦里 他的知情工艺 三百年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 让他的作品是传世经典 而国际演奏家都争相典藏 为什么后人都没有办法复制 完美复制史特拉底瓦里名琴呢 挪威跟荷兰合拍电影揭秘 意大利当代知情大师 叫做加斯帕迪夏德 挑战复刻传奇 他冒了生命危险 闯入了欧洲火药库巴尔干半岛 为了找一棵树 一起来看史特拉底瓦里名琴的秘密 意大利当代提琴制造大师 加斯帕博夏德 2018年在克雷蒙娜三年展 与世界第一的头衔实之交臂 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他没有放弃 决心在正式告别职业之前 打造出媲美史特拉底瓦里名琴的作品 背板上宛如老虎皮的斜切木纹 随视线角度不同改变着折射 这是全球最顶级小提琴之一 出自意大利最伟大志情师 史特拉底瓦里之手 如银铃般的乐音轻轻甜美 是史特拉底瓦里名琴最招牌特色 更神奇的是经过岁月洗礼 小提琴音色依然完美 据传是使用了一种品种极为特殊的虎纹风墓 强化音场的效果举世无双 带给观众的是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全球音乐家们真相典藏 史特拉底瓦里名琴 因为后世志情师裁切一样的形状 模仿志情工艺 三百年来都没人能够成功副科 特殊的虎纹风墓受到天灾和人类砍伐 已经少见于世 为了找寻足够完美的风树制情 加斯帕开始到处打探 踏上了有欧洲活药库之身的巴尔干半岛 而首先等着它的 就是布满地雷的危险森林 记住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加斯帕在向导带领之下穿越地雷区 顺利深入波士尼亚深山 果真让它遇上一棵近似心目中的梦想之树 外表健康有虎纹 只是树干大小 不如预期 你认为你多年 你认为你应该等待 它成为大多 300年 冯属太年轻 只能作罢 加斯帕回到意大利工作坊 继续找寻其他可能性 而这一等又是一年半载 我们必须离得最快 因为我们想要做 是不义的 我们想要避免这些人的关注 隆冬季节重返波士尼亚 加斯帕这一回带齐伐木重装备 不过没想到才刚刚出发 就因遇上同路人停下了脚步 你看到这些人 在这里 他们的工作人员 在削植树 所以 我们在削植树 因为我们有太多眼睛 在削植树 宛如大冒险般的旅程 充满风险和变数 这没有让加斯帕打退堂鼓 因为这一回很可能就是 最后一次机会 只能孤注一职 这是美国的危险 这种状态是 某种程度的保护 这种状态是 最多的某种植树 可能会保护它 永远 挪威和荷兰合拍的记录电影 《为你钟情》 将意大利提琴职人 追求极致的精神 搬上大荧幕 加斯帕冒着生命危险 就为打造出一把绝世好琴 而身居森林上百年的树木 也因此遇见伯乐 有机会摇身世上 最具价值的乐器 你会摇身世上吗 TVBS新闻 综合报导